14岁少女被迫嫁给年纪可以当父亲的地主 生来的任务就是为丈夫生儿子 今天喵妹就给大家分享这部 讲述越南新娘悲伞命运的电影《三太太》 年轻漂亮的小美奉父母之命 嫁给富豪地主坐三房 坐船时向未知远方的她眼里满是迷茫 小美的丈夫年纪比她大30多岁 甚至她的儿子都比小美大 地主踩了一雄厚 风风光光的把小美娶进了门 期间下人端来一碗十六子寓意多子多孙 为地主生下儿子继承产业 这也是小美来这个家的使命 晚上少不经事的小美第一次有了房室 她战战兢兢地接受着这一切 武力主宰自己的人生 第二天小美的落空被挂在院子里 一夜之间少女变成少妇 小美以三太太的身份加油了家庭聚餐 在这个家里谁能生出男孩 谁的地位就最高 大太太是目前唯一为地主生出儿子的妻子 所以她才是家里真正的女主人 二太的命运不济 长得漂亮 生的三个全是女儿 在这个母平子贵的时代 或许源于女人们的命运不同 三个太太没有勾心斗角 反而相处融洽 彼此还毫无保留的分享讨账和欢欣的方法 很快小美就有了身孕 这天晚上小美起身上厕所 结果发现二太太这和山少爷在行苟且之事 小美被吓到了 久久不能入睡 一天男佣人和女佣人四头被撞破 男佣人只是被抽了几鞭子 而有了身孕的女佣人却被赶走到尼姑 小美这才意识到女人命如草芥 要是自己生不住儿子 命运也是十分悲惨 但惊受怕的她于是来到寺庙祈福 希望自己能生出一个儿子 很快山少爷到了失婚年龄 家里给她找了门当呼对的小女孩 可是山少爷心里只有二太太 她以死相逼 表示自己不能娶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 大太太无奈地告诉她 这里的人都没有选择的权利 但山少爷并不死心 她冒雨前来问二太太是否真心爱过自己 二太太没有回应 默默把门关上了 寒心的山少爷一气之下答应结婚 但却拒绝在新婚之夜跟女孩同房 这对越南女孩来说是一个起始大弱 随后山少爷还提出了退婚的要求 女孩的父亲赶到后 认为她连这唯一的任务都做不好 给家族蒙羞了 对她疯狂斥骂 还拒绝带她回家 可怜的女孩擒着眼泪绝望地跪在地上 随后就上吊自杀 结束了这悲惨的一生 不过在喵妹看来 这对女孩来说或许是一种美好的解脱吧 另一边小美即将临盆 在大太太的帮助下 她成功生下了孩子 但并没有如她所愿 她生的是女儿 小美抱着孩子一脸愁容 很快家里为新娘张罗起了葬礼 小美看着死去的新娘 不知该为自己难过 还是为女儿以后也得走向自己的路儿难过 14岁嫁作妇人 15岁就成为了母亲 而这一切自己都没有选择的权利 为了不让女儿重复自己的命运 她身葬礼之际走到了河边 华丽的女儿哇哇大哭 小美停下来扣在石头给孩子喂奶 哄孩子的时候 她看到了一种有毒的花 小美摘了一朵 犹疑地递到了孩子嘴边 放下的攻击是几组的共品 落红的女孩是产子的机器 不幸的女医为毒草自由 在这富足的豪门 爱是最奢侈的东西 这是十九世纪末越南新娘的悲伞命运 也是奉剑时代 中国千千万万个女性的命运 幸好这样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本期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苗妹就请大方的关注点赞转发吧 请不吝点赞转发